崇祯帝是明朝历史上最令人同情的形象 明明可以成一代明君 却成了一代终结者 老祖宗留的万世基也毁在他手里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 一个朝代就像接力赛 拿到最后一棒者总是实力被锅 崇祯帝以历史上最勤政的皇帝 结束了他滑稽而悲惨的一生 实在令人叹息 评价崇祯帝时 我们先看一下他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明朝是一个很特殊的朝代 当皇帝不理政事的时候 国家反而太平无事 向万历几十年不上朝 而明朝第十五代接班人诸有效 沉溺于木匠设计 更无新打理朝政 当时为忠贤和客氏串通一气 迫害锐意改革的东林党人 制造了很多冤案 激起了民愤 不断激起的民便让明朝廷受到威胁 不过此时最大的威胁是辽东局势 昏庸的朱游孝罢免了熊廷币 导致后金接连攻陷沈阳 辽阳 辽东陷入危急 此时熊廷币被再次启用 他制定了三方不制策 然而王化珍却高唱反调 主张分兵把守 破坏了战局 烟冠上窜下跳 污蔑构陷 让熊廷必被杀 辽东再次陷入危局 此时明朝步入小冰河时期 天灾不断 后来北京王工厂一带 发生了一次奇怪的巨大灾变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 天启六年京师爆发大水 江北 山东出现了旱灾和蝗灾 当年秋天 江北又发大水 河南出现蝗灾 大江南北 民不聊生 朝廷内外 危机四伏 崇祯帝登基后 他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烂摊子 而此时他还非常年轻 常年宫外流放生活 让他没有得到张居正这样优秀的师资力量 甚至没学会怎么做一个帝王 就被仓促之间推上皇位 崇祯上台后 卯足尽要做个好皇帝 首先要清姚伯父 不与民争利 他第一个举措是废除燕人设立的工商税 老百姓高兴了 东林党人陈渊得雪 也高兴了 但明朝国库没钱了 北方催军想催得令人头疼 明朝国库一直没钱 梅军想官兵就士气低落 所以导致了对后金战争的接连失利 崇祯帝可能是没受到正规教育 整个思路都是乱的 在国家像个漏雨的筛子一样到处是窟窿 崇祯帝的做法是放弃追查大地主 隐瞒的田姆术大地主 交的天赋极少 这才是导致国库没钱的原因 反而向天灾不断的西北征税 难道他要逼反西北百姓 而北方此时洪灾 汉灾 雪灾 鸡民遍地就等着政府开州场阵计 而明朝依然两个字没钱 此时明朝父辈受敌 国内农民起义不断 关外皇太极时不时骚扰 崇祯帝下令缴贼巨掳 首要任务就是用人 然而用人是崇祯帝的薄弱环节 因为他是性情中人 只看喜欢不喜欢 投缘不投缘又不是找对象 还得要看对眼的 不看个人能力 兵部尚书严明泰是崇祯帝用的第一人 这个人个人能力还不错 可惜崇祯帝觉得他是为忠贤与党 即兴发配边疆 崇祯帝用梁庭栋 当了一年多兵部尚书 农民起义越闹越大 他让崇祯除了想之外再征收脚想 激发了民辩 后今破关后他自杀了 崇祯对于屡战屡败的王在晋 却是很喜欢 王在晋不但屡战屡败 判断力有问题 忠诚度也值得推敲 他曾经在一个关爱眼睁睁看金军入关 而未采取任何措施 崇祯帝对他不忍心苛责 没杀他 然而在辽东屡见其宫的袁崇焕 却被他杀了 凌迟处死 至今历史都不知道怎么定义袁崇焕 也是可怜 崇祯一招最能治军的三个人分别是 卢相生 袁崇焕 孙传廷 这三个人下场都不好 袁崇焕被他杀了 孙传廷为剿灭李自成农民军立下大功 眼看就要胜利了 被以示交之罪被革职 下遇三年之久 李自成趁机坐大 伟大不调成为明朝的真正的隐患 卢相生就更惨了 崇祯帝一直怀疑他 结果在重要关口等不到救援 战死河北 明朝折了一员大将 然而崇祯帝还有整顿励志的决心 按说这符合一个雄才大略君主的座派 朱元璋 雍正不都很抓励志吗 但人家是在国家没有外患的时候 才专心对内 而崇祯在四面楚歌的时候 下决心整顿励志 明朝官吏工资很低 银子不够一家人吃饭的 大家都想办法贪污 崇祯帝一上台就搞反腐运动 第一他树立太多敌人 第二国家有战士 没有大臣肯拿银子出来拿出来 你不说我贪污吗 他们唯妙唯笑跟着崇祯帝节俭 穿着打补丁的衣服 苦哈哈的度日 崇祯也被他们骗了过去 明朝的灭亡不是崇祯帝一个人的错 他也不应该担负这样大的责任 然而他的个人能力时有欠缺 不怕天才心不在焉 就怕庸才太努力 一个勤奋的庸才 对国家未必是好事